嗯 双人舞简直太惨烈了 感觉就比打戏还累了 一时尽久想不出给寻放的安排 哈喽 腾讯视频娱乐 新研索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景田 流光之城等你来看哦 祝大家虎年大吉 虎虎声威 红韵当头 先和我们聊一聊 这是我们这次流光之城讲的 是一个两个故事吧 爱恨交织的故事 这个剧本的时候 是一下子就是 你寄到你的声音后 就是马上想要说 我要参与这个故事 对 因为我现在看剧本 其实我觉得就像看小说一样 如果一上来看的就很上头 我就自己还很有兴趣 那流光之城这个剧本也是 我刚开始一看就觉得 哇哦 很不一样的一个故事 很有代入感 当时就觉得冯时珍这个角色 也具有复杂性嘛 爱恨交织 所以就想挑战一下 在看剧本的时候 哪一场戏倒是最期待的吗 看剧本的时候 还挺多的 就比如说跟七爷在一起 然后七爷去告诉他 怎么样去潜入荣家呀 然后后来见到少爷了之后 本来带着任务去 结果就爱上了别人 还挺有意思的 挺不一样的一种设定 而且我觉得他带有一些特工气质 自己还挺喜欢的 那冯时珍这个角色和你以往 饰演的角色相比的话 是什么地方比较吸引到你呢 其实很不一样 跟我之前所饰演的角色 冯时珍他自己都很纠结 别人看起来可能更纠结 在这个过程中 他要去完成这个任务 去接近荣家上 但是一步一步的自己 没有办法控制心动 然后到投入了情感 自己也很纠结 包括过程中 这事情让他们误以为 彼此的一些绅士的时候 就更加拉开了 一个相爱的距离 有一些虐 有一些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的设定 是我自己还挺喜欢的 在诠释的一个过程中 怎么理解他 因为复仇这个细节 然后去接近他 然后到最后你真的动情了 爱上了他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 细节我们在现场都进行了探讨 就比如说有一些动机 到底应不应该这样做 这样会不会被观众误解 或者说此刻冯时珍的心态 他是否要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这样的一个行动线 非常的拧巴跟纠结 因为他就是一个带着任务去 可是他又不由自主 很多时候人的一些情感 想法或者说出来的话 就是自己控制不了的 所以其实在整个拍摄过程中 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探讨 和在现场甚至是有一些修改 或者说是通过我们对戏 有一些记性的一些火花 我觉得整体的创作氛围特别好 大家每一天都会在现场 进行一个激烈的讨论 那是谁是什么 火宝 气氛担当 周周吧 他就挺气氛担当的 跟月饼的戏碰撞最多 因为就很多 我们跟那个小狗狗的那个戏 有一场戏 我记得是我给周周喂药 我就把那个勺子 在那个碗边这样磕一下 然后再喂给他那个药 然后勺子刚一递上来 月饼就来舔我的勺子 我说周周你看这不怪我 狗狗他很难控制 就是导演想让他在床这边的时候 他就跑到那边去 好像还有一条 亲到了周周他也亲了我 挺多跟月饼的戏是非常不受控制的 特别记性 月饼其实也是剧组的气氛 粉丝针和荣家上的爱情吗 他是糖更多还是说刀更多一定 我觉得一半一半 有很甜的时候也有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突然很甜了之后 你进了之后 又给捅了一把刀 而且那种刀是那种 就在最甜的时候捅 就是没有给你一个过程 就你正非常上头 很甜的时候 捅一把刀 一般就是在经历很多挣扎之后 最后还是选择了 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 虽然我没有经历那么多的挣扎 但我也是一个比较遵从自己的内心 倾听内心的声音吧 冯时珍最后不是也 听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才勇敢地奔赴爱情吗 大爱情观是主动的还是备从的那种内心 双向奔赴吧 你之前说要根据每一个不同的角色 给他注入应有的故事和灵魂吗 你觉得冯时珍的灵魂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冯时珍的底色 就好像蓝天一样 很湛蓝的一个底色 但是由于绅士 由于他身上发生了很多变故 所导致他一定要在 无瑕疵的一个底色上面 要增加很多色彩 所以其实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冯时珍 他内心是装着很多 还比较复杂吧 带着恨又产生了爱 然后由爱 然后又变成了控制 最后又要冲破自己的 对自己的控制 挺复杂的 爱得好辛苦 光是给自己设置枷锁 也有别人给他设置枷锁吧 这一次对于这个角色诠释上来说 对你会不会说有一种挑战 一定是有的 这也是刚刚我讲的 为什么我们在现场会有很多的讨论 这样的一个眼神 或者这样的一个语气 我自己其实会打很多的问号 自己在做功课的时候 我也是带着这些疑问 到了现场去跟导演去探讨 包括我自己在书里 自己在研究的时候 一步一步地试着去寻找冯时珍的 应感脉络吧 双人舞的背后 有没有些什么故事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双人舞简直太惨烈了 感觉就比打戏还累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是 一整天的拍摄结束以后 就工作了十多个小时 学第一次看到老师跳完 太傻了 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复杂 虽然以前学舞蹈 但是完全也没有接触过 很难 而一开始 会比大家现在看到的更加复杂 老师给我们设计的各种托举啊 什么 就是一系列跳完了以后 第二天我感觉被打了一样 浑身疼 还挺不容易的 我们拍那场戏 也拍了好久好久 他以前跳的那个舞种 跟我们这次学的也不一样 所以他也在纠正 他好像以前是学过拉丁舞 我们这个好像又不同嘛 所以大家都在调整 托举那些戏 我就勒着他的脖子 说啊累死我了 就这种 就拍的像个打戏一样 然后一直说 哎呦我们要优美 感觉我们俩在拍打戏 那里面有很多一些比较就是 很容易让人上头的一些情话 其中有一句就是 你每天要至少亲我十次 冯世珍或者是景天 能不能回应一下 这句满分情话呢 荣家上真的是说了很多 很让女生听起来 觉得嗯 很满意的情话 甜度很高 冯世珍呢 后面冯世珍也说了一些情话 但是前面冯世珍 异常的冷静 然后他毕竟有任务在身嘛 会特别的冷静 说说什么 我不会等你的 我会按部就班 过好我的生活 你要想来找我 你自己想办法吧 就当他俩之间受到阻碍以后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戏的对白 我觉得嗯 就是很好 作为景天的话 你就是听他 荣家上是哪一句情话 会比较就是 激动到你的心呢 比如说前些天 播的一个 去那个老师家里面 让他老师继续回去 给他上课 讲说那个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你至少也是一个长姐 荣家上 他还是挺会说的 就是真的是要有一个 嗯 很好的防御能力 不然 很容易 嗯 就垮掉了 嗯 那 最后就是 正的语气给大家 观众安利一下 我们流光之城 超黑版了 同学们 今天晚上 一定要来看 流光之城哦 这好像是我的语气 都都一样 都是老师嘛 嗯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